在2019年10月1日反修例事件期間 被警方在荃灣街頭開槍擊中左胸的青年曾志健 他星期三被警方拘捕的經過曝光 警方星期三凌晨4時多 在西貢大網仔路北潭沖巴士總站展開行動 拉了合共四個男人 除了曾志健 還有馮青華、黃海銘和姓黃的少年 年齡介乎16至23歲 四個人都涉及反修例案件缺席聆訊被通緝 消息說四個人計劃凌晨到西貢黃食碼頭 搭快艇去台灣 但在北潭沖巴士總站被警方拘捕